语剑 雨剑啊 小宋 我想了很久 还是只有你能帮我这个忙 小宋 这个人我一定要找到 这个事情只有你能帮我 好吧 谢谢你 小宋 喂 李队 你怎么不早说呀 这事你要早说的话 就没那么复杂了 你就别说我了 我这不是都告诉你了吗 来 我看看 你接着说 王宇佳一直在找一个叫张琳的人 可是这个名字太普通了 全市就有三百多个人叫张琳 他已经全部都排查完了 还是没有找到那个人 他找那个张琳干什么呀 好像是跟很多年前的一个案子有关 老三 要不你跟我干得了 我看你这个人也很精明 你少跟我扯淡 我是要钱的 你是要命 咱俩可不是一路啊 你让我给你安排的事 我给你安排好了 活儿不要给你买好了 今晚上就可以走 今晚上就可以走了 好 价钱弹了吗 弹了 莲安子安带枪一万块 再帮我办件事 又来了 又来了 你到底还要干吗呀 帮我物色一间金店 干吗 买手上 你现在买什么手上 现在赶紧走啊 枪买了 不试试枪能行吗 你要抢金店啊 你现在抢金店不是瞎折腾吗 这不是自己暴露自己的目标吗 你怎么就给自己找事呢 我如果按你说的做 钱怎么运出天海啊 按我说的做 好处少不了你的 归哥 你好吗 你在哪儿呢 我在东山市 等着我 我会回来的 归哥 你要保重啊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 我走了 哦 看到了 Embed 陈总 什么情况 不嘞 你看 娟娟说的 郑文辉要去东山市买枪 东山市 杨子 你马上和东山市公安局联系一下 让他们配合我抓捕郑文辉 我现在就去机场 好的 还有 你跟师傅说一声 我到了那儿再跟他汇报 明白 陈总 咱们保持联系 好 注意安全啊 什么 去东山市了 这小子 老林 离开 去东山市了 我以局里的名义请你出面 协助离开抓捕郑文辉 好 东山市公安局联系了吗 联系好了 他们说会全力配合 喂 老胡 我是刘一生 有件事麻烦你啊 你得帮个忙 我徒弟李凯一会儿就到东山市 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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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队 三队 里面情况怎么样 好 明白 包网队 前方无法接近目标 好 明白了 做好准备 好 准备 三队 三队 你那儿情况怎么样 好 哈啰 这点在这里 这点在这里 对对对 包网队 李凯到了 李凯 我是王宇 王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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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您给我们传的资料 我们在这一带 发现了郑文辉的踪运 而且我们跟的时间不短了 我们最近还把他们的 全部联系人都调查清楚了 本来也准备收网 太好了 可是根据现报 郑文辉和枪贩子 已经都进入了这个地区 准备交易 这是他们藏匿的 废旧场区平面图 我们分为两组 A组从正面突破 就是这里 B组从这里 他们的头目和大部分人 都集中在这些厂房里 按照图标所示 要到达这个中央区域 会经过三到四个区点 和流动港上 每一队承担抓捕任务 B组 那我跟B组吧 不行 B组要穿过一片开过地 一旦正面阳光被识破 那是相当危险的 王队 我尊重您的任务 但是我这次的任务 就是一定要抓住郑文辉 你负责定A组 我跟他去后门 小王 到 准备三辆B带衣 是 我 妈呢 大爷 那个我们在进行任务 赶紧走吧 慢点 这是两危险 赶紧走吧 大爷 快点 大爷危险 大爷赶紧走吧 大爷赶紧走吧 快点 对 大爷赶紧走吧 你具体是这些区域吧 对 慢点啊 危险啊 危险危险 对危险 你赶快撤离 这些区域 咱走吧 这些区域 这些区域 对啊 你不跟着我 放心吧 没问题 好 怎么回事 给这帮弟兄都调了 老大 老孙偷他说 这人有的事钱 我本以为是比大买卖 我都着急跟您说了 什么大买卖 你们家卖一杆枪是大买卖 别生气老大 咱卖了一把枪 不是买了几倍价钱吗 咱不也是赚了吗 你瞎死查清楚了 咱再做这买卖 行吗 大哥 是 不 您大哥 您大哥 找人看看去 过去 看 看过去 你跟自发交伙 一名自然受伤 老大 在哪 你听过来 不认识 有理个事 都可以 在哪 大哥 警察来了 吵架 快快 吵架了 干什么好多过大 大哥 嘴边也有 王队 那边有一条路 我们从后面包抄吧 你验射我 快快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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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走 不许动 把钱枪出来 出来 快 走 没什么 不管我事 没差点人哪 没人 仔细看清楚 这个人你认识吗 不认 说吧 说出来 我保证对你有好处 你们进来之前啊 他刚走 在我这总共待了不到十分钟 你们不会是因为他追过来的吧 倒霉 真他妈倒霉 他采买了一把枪 不是发子弹 你说我为这家人买卖芝麻 来了 来了 你们干什么呀 霍霍犯枪团伙 行啊 这一趟没摆去 李大英雄 你这次可立了大功了 行了行了 你们都散了吧 什么大英雄 人都没抓着 一马是一马呀 该高兴就得高兴 我高兴不起来 老队长 您可来了 这过两天部里就嘉奖成大英雄 他还不高兴了 怎么了 李凯 垂头丧气的 不就是人被抓着吗 来 等我来 李凯啊 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笨哪 师傅 我给您丢脸了 我不配做您的徒弟 谁说的 能有你这样的徒弟是我的骄傲 以前我没有表扬过你 现在我告诉你 你是一个当警察的料理 就是平时有些心高气傲 有些毛躁 我们每天面对的 就是挖空心思 和我们作对的这些人 心眼太石层了 会吃亏的 我就是觉得 作为一个刑警 被犯罪分子耍来耍去 实在是太丢人了 当刑警的 谁没有这种经历啊 您也被别人耍过 比你还惨 我跟你说 郑文辉是标准的预谋作案 一步一步全都算计好了 这种案子是最难破的 我记得我当年抓一个入室盗窃的贼 抓了八年 没有抓到他 最可气的是 每次他做完案 都会给你留下一点破绽 玩你 那最后呢 最后 他现在在田建明那儿 帮着抓小偷呢 您说的是老周啊 你说说你是不是比我强啊 这可不是我说的 是老周亲口跟我说的 他说老刘啊 你这徒弟可比你强多了 跟了我没几天就把我抓住了 你说你是不是比我强 咱们练两手 把枪带上 带枪 对 走 走 师傅 您带我到这儿来什么意思 李恺 李恺 我发现您两次行动 心理上都出了问题 李恺 面对罪犯的时候 出手要狠 要准 您什么意思 你早晚有一天 会面对郑文辉的 不是抓捕的 就是击毙的 明白吗 明白 摁刚才开始 看到刘在之后 Gegen boss 张伯辉这人非常狡猾 在和她斗争的过程中 把李恺都给锻炼出来 αν ser re ¡gehen! 因为我们建议勇为基金会 也变得越来越强大了 那您是说 郑文慧其实是块磨刀石 对 是块磨刀石 它让我们的刀剑 变得越来越锋利了 我查了好多家 旧这家软件系统最低 吴嘉 别说谎 怎么了 我在听 听 听什么呀 听风吹树叶的声音 小的时候我家门前有一棵大槐树 每次刮风都能听到风吹的树叶哗哗响 那时候我觉得很安全也很踏实 可是自从她走了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 今天我听到了 谢谢你 离开 你说的那个她是张琳吗 她叫孟然 是我上大学时候的男朋友 是我上大学时候的男朋友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附送一道 在我告诉忧 既然我发现了 看看我 我发现了 不要 干吗呢 放开他 不管你的事 走 这事我还管定了 找死你了 你 挂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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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敢他们报警 我弄死你 走 有人在吗 有人吗 当年赵琳神秘失踪 孟然到现在 还被定成是斗殴之死 不要说剑毅勇为的英雄了 却得入土为安都做不到 后来那个杀人犯呢 一直在逃 你看 你知道我为什么当律师吗 为什么到剑毅勇为基金 都会去当律工 为什么 不能接受 都是因为这件事 它就像一根刺一样的 一直扎在我心里 我明白 今天下午基金会有活动 你去不去 我 我就不去了吧 我这儿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什么事啊 你就别问了 人家刘秘书长都来电话说 让我好好跟进 其他事不让我操心 我说你的心可真大 人家给你客套一下 你还当真呢 有什么事连几个小时都腾不出来 你给人家套近乎 也一个多礼拜了吧 套出什么有用线索了 郑文辉去东山市这么重要的线索 谁套出来的 我 怎么能说没用呢 那也是瞎猫撞上死耗子 一个礼拜的就这么点进展 还好意思说自己是聊天高手 会不会跟人聊天呢 我不会跟人聊天 您会啊 当然的 沈总 董事长叫您过去一趟 好 我这就去 你在屋里等我 走啊 进去呀 我跟你说吧 老师 你就是打着工作坊子 去泡什么娟娟 你还别老拿秘书长当档签牌 那 那是普通的娟娟吗 那不是郑文辉的女朋友吗 就算是查郑文辉女朋友 用得着泡吗 就算用得着 轮得着你去吗 就算轮得着 你查得出来吗 怎么了 莉莉 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小沈欺负你了 天地良心啊 我敢欺负她吗 您不是让我跟那个娟娟套近乎 查郑文辉的消息吗 我正跟这个娟娟套着呢 她就进来了 她看见了以后 就说我在调戏人家 还把我的好友给我删了 删了 别别别 莉莉 你心疼了 就算是查郑文辉女朋友 干吗不让别人去 非得让你去呀 你懂这么跟人聊天吗 肯定是你跳着脚 争取过来的机会呀 莉莉啊 让小沈去也是没办法 那别人不是没时间吗 对呀 就是啊 那你说 怎么样才算会聊天 秘书长 我看她聊天记录了 那就会跟人套近乎 一点营养都没有 什么 你吃了吗 你昨天晚上几点睡的 我昨天晚上做梦梦见你了 呸 你恶心不恶心呢 你茶船才毁呢你 恶心 恶心 恶心吧 没营养 那你说怎么样才能把话套出来 秘书长 跟人套近乎啊 那是有技巧的 我们上学的时候专门教过 跟人聊天分三步 聆听 发问 讲故事 先要用心听 表示呢你很有诚意 然后再发问 表示你很有兴趣啊 给对方代入感 然后再根据对方的反应 投其所好 编讲自己的故事 这样对方才会跟你交朋友 再看看你那个 我觉得你长得肯定很漂亮 我打死你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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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你很专业了 那当然了 那这样 这个 小沈啊 以后就归你领导了 她聊天的记录 你随便看 那她和别人的也能看吗 不能 能 不 你再说 这是命令 能 你想 有这么个专家在 咱破案那不是事半功倍吗 您别给她戴高帽子 什么专家 她也就会背理论 理论背得在手没用 你还三步的 你把我的好友都给我删了呢 所以说你是外行呢 你信不信 你要听我的 那个娟娟一转上钩 莉莉 我跟你说啊 我是个外行 以后可就职你了 不是她把我的好友都过删了 删了就对了 你不是要扮演成一个和郑文辉很像的人 去吸引她吗 郑文辉是什么人啊 你们好好想想 像什么没有用的好友她都过删了 删了就对了 我敢保证郑文辉肯定也做过这样的事 但是呢 你要迅速吸引她 你就要做一件郑文辉没做过的事 那就是郑文辉她消失就消失了 但是你呢会出现 等你一出现 你再编点好故事 按照我之前说的三步走 我就不相信她爱不上你 果然很专业啊 废话 都跟你似的野路子 好好好 我不跟你争 那她只能负责在背后出点点子 到时候见面的时候还得我去 你敢 我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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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去啊 先是我们下班了 干什么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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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你放心 到时候我一定会给你的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做好你自己的事 好 该分钱了吧 不是 你不是听见了吗 这个事跟你没关系 这不成 我替你干了那么多事 之前怎么说 都应该由我一份 男人切财 是不是得与人小赛 警察都要来了 你还要干什么呀 大哥 去把警察抓来 去把警察抓来 我就想让警察来 郑文辉这一招很怪呀 难道还是杭山那一出 根据金殿提供的画面 我们可以判断 这个人就是郑文辉 而且作案的手法十分吻合 向我们示威吗 他现在是需要大量的现金啊 这样通知江心警方 让他们严厉监控 郑文辉抢劫金殿的位置 通往高速非常方便 他带着金子 应该在第一时间 就转移了 而且这江心市的交通网 四种办法 咱不能确定他到底在哪 现在不空还有用吗 他人一定还在江心 为什么 根据我对他的了解 他这次也是要吸引我们的视线 而且这个人很迷信 他认为江心市对他来说 是一块风水宝地 可以保他的平安 那咱们就过去 来他个瓮瓮瓮瓮 别忘了告诉我们身边的朋友 他会告诉郑文辉的 这样的话 郑文辉一定在江心市 老老实实地待着 明白 咱们分头行事 这次消息准确吗 凯哥 这次消息准确吗 不管他准不准确 只要有一线希望 咱们就要不空 凯哥 这次消息准确吗 凯哥 这次消息准确吗 凯哥 来 凯哥 冬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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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大街路口 发现可疑目标 发现可疑目标 很像证物位 请接应 请接应 收到 赶紧把画面接过来 好 各单位注意 目标出现在和平大街路口 头戴黑色棒球帽 身穿黑色皮夹壳 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皮包 听我命令随时准备行动 等等 行动取消 一队二队原地待命 目标进入三队区域 三队跟上 确认目标身份 为什么要取消行动 等等再说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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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不是郑文辉 目标不是郑文辉 果然被我猜对了 这个老狐狸 跟我们玩替身 所有人不要轻举妄动 目标不是郑文辉 不要打草金蛇 放长线钓大鱼 我们得让他 带着我们去找郑文辉 三队 你不要再跟着他了 激动一点 绕到他前面去 一队二队 在路口准备好车 防止他上车逃走 好 我给你 我给你 孔小龙 目标离开街道 进入商场 请指示 小钱 你跟上 跟他进入商场 真够狡猾的 冬摇冬摇 在树梦被目标发现 粘住它 呼标 呼标 目标进入洗手间 藉条死路 你招呼呢 我还是等他出来 所有人